在激昂的音乐下来自八支舞团的200多名舞者 齐聚柔佛新山 陈旭年文化街翩翩起舞 这次新闻疫情爆发之后 新山中华工会陈旭年文化街委员会举办 以舞蹈为主的第一场活动 整条老街洋溢着欢快的气息 挥别了疫情的阴霾 这个舞蹈也超过200人 是属于这个爆发性的 第一次全部来老街来推动 这次的活动有9位老师来一起领导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非常的高兴 因为有这个老师来带动的舞蹈 让整条街几夫震动整条老街 这是很难得的 陈旭年文化街委员会主席林公明受榜时透露 在疫情爆发之前 老街每个月都会举办几场舞蹈活动 随着疫情逐渐的放缓 不少舞蹈老师和舞者都纷纷询问 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回老街热舞 因此委员会举行了百人舞蹈活动 让舞者们能够趋劲在一起 一起交流 共舞 配合这次的活动 委员会也邀请了红星乐会 到现场教导和示范 新被复苏急救法 让更多人掌握急救的技能 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 当天一个人平常开始 如果自己拍了就没有